台北知名百貨的商家 兩個人死亡的嚴重死案意外 這個整個事件會讓人家看起來很離奇 就很玄 市府的這個動作上面 我覺得確實是慢了那麼一點點 蔣萬安市府跟蔣萬安市長 他應該要把這個事情當成是最重要的事情 最高規格去面對了 你的聲量很大 尤其你扛走吳石瑤那個聲量更大 所有女性的立法舞員都好怕你喔 男性也怕吧 男性也怕 你以為不在立法院 掃除障礙 我真的是抱著掃除障礙的心理 把他抱離開的 店價漲的話 物價會不會跟著漲 台灣的物價是一定會漲 調整是真的確實不多 你這個給你100塊 你有差的人來找我報你 真的 你現在這一題 全台灣有大概400萬會找你 新聞萬象內幕追擊 歡迎收看鄉民大學問 我是誰 我是台灣的LBJ劉寶傑 不得了啦 台灣真是個寶島耶 白沙屯的馬祖回家了 18萬人高喊 金喔 場面非常的壯觀 而且很多信眾都希望得到馬祖的庇佑 而且國內外都有大事發生耶 知名的百貨公司的商家出現食物中途 有人往生 而且美國霸地魔大橋坍塌 很多人都落水了 然後馬前總統要去大陸 可能會有馬席二會 那麼台治官案正義 還有前後任市府隔空 秀公文 嗆公文 還有店價要漲價 然後呢 陳明通出書喊冤 黃國昌國會嗆這個柯建民 然後金門撞床 到現在還沒有一個決議 好 現在怎麼辦呢 到現在一件一件比重要的 我們現在慢慢來討論 好 趕快來介紹我們特別來賓 第一位 是我們這個政治評論員 最帥的政治評論員 我們的黃偉翰 好 謝謝寶傑哥 謝謝鄉民大學院的所有的網友 大家好 第二位是我們這個剛結婚 我們要恭喜他的是我們台北市議員 黃靜穎 寶傑哥好 大家好 我們講到這裡覺得很妙 他結婚的事情為什麼大家都知道 因為他自己把消息公出出去 對啊 不用媒體一家一家來找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恭喜他了 謝謝 好 那接下來我們還有這個民眾黨的資深黨員 你是民眾黨的資深黨員 沒錯 是我們電商串判人486先生 寶傑哥 大家好 好 賣電商的怎麼會是民眾黨的重生黨員 待會兒再來好好的問他 好 接下來介紹的是我們台大政治系的 白白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白白 還有輔大德文的小農 大家好 我是小農 政大政治的佛羅 大家好 我是佛羅 好的 那大家會看到我們現場 本來還有一位特別愛賓的 為什麼他現在還沒到呢 我再猜想他可能正在背吳 吳絲瑤還沒進來 他可是我們這個金門想要參選 縣長的陳玉珍委員 待會兒他會慢慢進來 不要緊 我們先討論 那今天的班長是白白白 這個No News的AI主播 你真透過大數據分析的新聞有哪些 好的 謝謝AI主播 你真透過大數據分析的新聞 那本週討論度最高的新聞有 第一則保齡茶室中毒案延燒 講完被批慢半拍 第二則新聞是關於台志光 台志光爭議 柯文哲蔣灣前後北市長開戰 最後一則新聞是關於馬錫慧 馬錫二會確定 綠玲碩就是試圖影響520的賴幸德演說 好的 真的假的 馬錫二會又要確定了嗎 可是他好像又要去記組 而且參加皇帝林的這個記組 那到底會怎麼樣呢 我看民進黨已經快受不了了 快開炮了 而且王定宇還批評說馬英九說台灣不是個國家 那這樣習近平他才會見他嗎 我不相信 我先來問維翰 維翰 你是跟馬前總統可以說是最息息相關的 以前馬前總統在擔任總統的時候呢 你是他隨行的這個記者 會有馬錫二會嗎 而且如果馬錫真的見了面 那對台灣政治生態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馬前總統說這個會傳達綠營希望的台灣主流價值嗎 其實我是覺得這樣 因為馬英九前總統要去中國大陸 是在下個禮拜4月1號開始去11天 那他會先去廣東去黃花崗 然後會去翠恆村就是孫中山的故居 然後會去中央大學有一個跟學生的演講跟互動 之後陝西第二站 陝西有一個馬家扶風堂 就他那個馬家宗子 因為他是湖南人 可是他馬家是從這個陝西來 所以他可能會去尋根 然後陝西還有兵馬雍 所以呢他也就是參觀一些 因為馬英九他在去年以前根本沒有去過大陸 中國他都沒有去過 因為他當官員的時候也被這個管制當風堂 對對都不能去 那最後一站是大家在問的就是北京 因為第三站從廣東陝西到北京 他去年去了中國大陸的五個城市沒有北京 所以他一直講說會不會見到習近平沒有 為什麼講習近平 為什麼不講說他跟太六四見面 因為他跟習近平是同一掛的嘛 馬錫會曾經2015年有見過面嘛 那現在兩岸兵胸戰圍的時候 是不是他可以去跟習近平見面 會不會能夠緩和兩岸的關係 我覺得現在目前各家的這個 電視台的採訪主任 因為這一趟去 手費不支 而且地方也沒有什麼支援 但是不去的話又怕漏新聞 到底會不會見大家就在問嘛 那我覺得見面的機率是在50%以上 50 真的假的 50 50等於超過一半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50要算很高啦 是 但問題是是這樣 來我跟那個各位網友做一點 就是簡單的說明就是說 如果這個事情是會成 譬如說靳穎要結婚之前 他也不會跟你講 我下個月要結婚 他就結婚你用 我結婚了 派反丁愛 對不對 馬上消息就傳給那一道 所有要反對 所有要心碎的網友 你來不及了 你現在已經是劉太太了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如果是怕消息走漏 然後這個事情不成的話 應該不會 馬上消息就不會跟大家講說 我們很希望能見面 所以講很希望能見面 就是只有兩種狀況 一種是完全不可能 但是畫畫的 我好希望跟這個對不對 這個林志玲怎麼樣 他好希望是我女朋友 以前我們那個年代 現在早就已經結婚了 又或者是 其實已經確定一定有了 但是怕大家 覺得這一趟行程不重要 所以讓大家去期待嘛 因為其他的行程都沒有這個重要嘛 這是其一 那其二的話 因為他在講 宋濤跟王滬寧的時候 是講說客水主變 有見沒見 其實好像沒有特別要求 可是講到 那個習近平見馬英九的時候 就講說 老朋友非常希望一見 而且已經多次公開講 我也跟把這個報告了 因為2015年11月的時候 新加坡的馬錫會 我是在現場啦 但他們吃飯的時候 我們記者不能進去 那從各方的管道 最後的驗證 因為我們這邊有七個人嘛 有蕭去城啊 高華駐的馬英九 多方確認以後 確實習近平在那個晚宴 結束的時候 要say goodbye的時候 有跟馬英九講了四個字 後會有期 沒錯 對 所以那時候他有跟馬英九講 後會有期 可是現在已經過了九年了 那後會有期本來就是這樣 九年啦 一別九年 好久不見 對不對 還押韻 還押韻 那就是很希望能夠見 但是馬英九他現在目前 那馬英九是這樣齁 你要看那個脈絡嘛 在總統選舉之前 德國之勝的訪問 其實國民黨內有的人 覺得不是很支持 可是他卻對於習近平 展現了他的善意跟信任 我要信任習近平啊 兩岸的事務上面 所以我覺得馬英九這次去 如果能見到習近平 我先跟大家講 我覺得幾率超過50% 而且我不意外 但是因為中國大陸有鴿派 習近平有很多的 他的內部的考量 不能講一定會見 到時候 說不定現在感覺有安排 到後來沒有也有可能 好這是其一 其二呢 就是我們台灣現在目前 應該是什麼立場 因為國民黨總是覺得說 沒有問題 就是說這個面嘛 兩岸就是 你講話的同時 對 我們陳育甄立委 已經扛著吳思瑤進來 我們歡迎我們陳育甄委員 你直接進來 直接進來 你不要抱 你抱我我可能被你扛走了 請坐 請坐 歡迎陳育甄委員 他現在要競選金門縣長 先歡迎 好 那這個韋翰差不多了嗎 我再補充一下 再補充一下 所以其實在野黨都會講說 希望馬英九前總統去中 我是覺得 大家互相 能夠 取到最大觀衛數很重要 我舉個例子 因為以前我在跑立法院的時候 有一個民進黨的委員 叫田秋錦 那時候是因為馬英九 那時候當總統的時候 要開放美國的瘦肉精 那時候是牛肉 那現在是連豬肉都有 田秋錦就講了一句話 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說 在野黨的反對 是執政黨的籌碼 所以民進黨反對 美國瘦肉精 那國民黨可以以此去跟美國 你夠學 我跟他爭取 你看大家都反對啊 所以你給我條件好一點 同樣的道理 現在民進黨 總統當選賴清德 還有民進黨立委 你都可以說 我們的態度就是 台灣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是中華民國 互不隸屬OK的 可是既然有人 可以去跟他談 只要馬英九前總統 沒有做出 損害中華民國利益的事情 那我覺得也未必要 還沒去就罵啦 以去年的狀況來講 你不敢講中華民國 結果他突然講了 說你講中華民國 我覺得機場接機啦 結果後來真的講了以後 沒有人接機 沒有 所以我就說 立場上一定不同 就是說民進黨看馬英九去 一定覺得你是舔共 可是問題是 實質上你要抽絲剝繭 有沒有損害中華民國的利益 確實是沒有 那他跟這個 旭成跟那個 陳建仁院長兩個人吵起來 沒有必要吵啊 蕭旭成不是說 我們不是一個國家 他是說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因為在馬英九 跟蕭旭成的認定當中 就是中華民國才是個國家 旭成有這個想法嘛 所以如果馬英九前總 到了中國大陸 放掉了 放棄了中華民國 變成是去 呼應中華人民共和國 早就沒有中華民國了 我們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部分的話 那我相信大家都會罵他 但如果不是的話 我覺得有多方的管道 也要硬也要軟 也要棒子也要胡蘿蔔 那民進黨是屬於一個 對中國大陸不信任 防中抗中路線 那現在有人 可以跟習近平對話 至少最後 兩岸不要打起來 我覺得其實大家應該可以 審慎的評估 樂觀的期待 是 我也按他講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馬前總統 這次大陸行 能夠緩和兩岸的關係 其實對執政黨 是有潛在的幫助 而且他不用吹灰之力 就可以緩和兩岸的關係 還可以後面好 搞不好還可以建立 兩岸對話的機制 我們要問一下 玉貞委員 那個馬英九到大陸訪問 那對緩和兩岸的關係 有幫助嗎 既然你來了 我們就要談談金門的局勢 那金門的局勢 危不危險 兩岸的第一槍 會在金門開嗎 而且海巡事件 現在還有大陸的軍人 滯留大陸 那現在是後續怎麼辦 好 我整個來講 第一個馬總統訪問 中國大陸 當然對兩岸的局勢的環解 是有幫助的 有幫助 有非常大的幫助 現在的整個 不理他不是現任的執政者 對 所以他不可能賣台 他哪有權力賣台 他又不是執政者 他也沒有權力 可是執政黨急著跳腳 那民進黨當然是要罵 怕他表達一些 對台灣不利的立場 民進黨當然是要罵 我首先講 中華民國和台灣 不是一個概念 當然因為現在大家都講台灣 大家講習慣 馬總統講的是 中華民國才是一個國家 大家可能還不知道 比如說金門 大家知道金門 是屬於哪一個省嗎 福建 福建 福建省對不對 大家三個女生 你們不知道 啞巴吃黃鹽不曉男生 大家看我的身份證 他不是台灣省 我的身份證在這裡 這是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我剛好放在身上 這是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你剛剛身份證是去地檢署嗎 沒有啦 你每天坐飛機 我每天坐飛機 你每天坐飛機 我每天都要坐飛機 福建省金門縣 對啊 出生地有沒有 福建省金門縣 這是正確的 你68號難怪一六發 謝謝 真的 我剛才讓年輕人看一下 沒關係 我們不看了 剪掉看你就好了 我跟你講 所以大家沒有概念 中華民國是包括台澎金馬 台灣澎湖金門馬祖 其中金門跟馬祖馬祖叫淋江縣 是屬於福建省的一部分 以前中華民國下面有福建省 台灣省 可能年輕一代就不知道 186先生可能比較了解 所以我們每次在講說 中華民國的時候 說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只是說中華民國才是一個國家 因為它包括了台澎金馬 現在兩岸的局勢的確是緊張 的確是緊張 緊張是什麼原因 當然是因為沒有溝通 互不溝通 不只是政府和政府之間的緊張 還是百姓和百姓之間的緊張 尤其網路上 大家如果比較常上網 可能大家也很少看大陸的網民講什麼 台灣的網路當然一直對大陸會很多批評 沒有溝通沒有了解的關係 大陸網民這幾年來 從以前對台灣人民很友善 現在也都是批評的聲音 所以這次像軍人的事件 還有之前大陸移民在金門的海域 往生的這個世界 其實後來會鬧到那麼大 也是因為網路太沸騰 中國大陸的網路很沸騰 我講一下最近軍人的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有兩位金門鄉親是去釣魚 真的是去釣魚 他們是釣客 他們是禮拜天去外面釣魚 他們那個船是波特船 是小小船 很小 大概這麼大而已 就跟這個 大概比獨木舟大一點 對 真的是氣墊 容納兩個人這樣 氣墊的 對 是氣墊船那種很小的船 那個船可以折疊很小 那個他們是去在近海 在打算進門的沿海 很近的地方釣釣魚 沒想到那天起大陸 然後他們就迷航了 起大陸就回不來 然後就飄到海中 因為我們跟大陸很近 我們金門跟大陸最近 只有1600公尺 一公里多 就像淡水巴黎這樣 然後他們就被大陸的海景 救起來了 所以這是一個海上救難事件 那救起來後 就救了兩位 因為兩個 一個是百姓 40幾歲 46歲 一個是軍人 他是26歲 反正他們是鄰居 一起去釣魚 好 那救起來後 因為大陸 因為軍人他自己是仙義軍 他會擔心 所以他上來的時候 他們上來會說 你們哪裡的 這做什麼問 結果他就沒有說真實身分 他不敢說他是軍人 他就說他是 在某一家公司上班 然後後來就叫他 傳來公司的證明文件 他也傳過去了 但是這些都是假的 就是他做了一個假的證明 大陸事長已經說明 所以大陸說 後來查出來 後來知道他是軍人 說那你是軍人 你怎麼會說你是那 那你的目的為何 本來一開始就要 一下就要把兩位都放回來 就直接把他們傳 因為救他們 他們在海警船上 吃好睡好 照顧得很好 然後後來就說 那是軍人 可能要核實一下他的身分 要調查 所以先放了一位 上個禮拜六 剛放一位回來 就是一個百姓 跟他的船都回來了 那這一位還在 還在就是核實他的身分當中 但是他每天 讓他打電話回家報平安 那第二個 他們擔心 因為一個先回來 擔心這個比較年輕的情緒部 還幫他量血壓 確定他就是情緒很穩定 那也都照顧得很好 我上個禮拜六 你看他看我眼睛有點累 因為我太勞累 我上個禮拜六接著那個 我們金門鄉親以後 我就到廈門去 禮拜六下午兩點 我就坐船到廈門 然後就 因為我去漳州看台商 商埔看台商 然後再去福州 第二天一早去福州 福州要坐 坐車大概 兩三個小時 然後就在跟大陸 他們就跟我確認幾件事情 就說確認這個人是不是 是不是 就是就是軍人 沒錯 那他們說 那他們軍人來幹嘛 我說他就是在海上 有霧 真的是漂流 他不是去做情報工作 確定他就真的不是去 他平常就有在釣魚 我說他家裡都有 所以說一貞委員 你已經在做地底下的工作 溝通的工作 溝通 跟他們確定說 真的 我以為我的希望跟他們保證說 他真的就是 真的釣魚 他真的是釣魚 沒有 他真的是 他真的是在海上釣魚 然後就是迷思 霧很大不見 因為我跟家屬 那現在怎麼辦 沒有 所以我就跟他們講說 我確認 我跟你們保證 這個人真的只是釣客 不是去做什麼疊報什麼 他為什麼要說謊 他為什麼要弄假的身分證明 我說因為年輕人不懂事 二十幾歲年輕人的時候 遇到事情會慌 怕說如果說實話 會不會被留下 因為他是軍人 反而害怕 我說年輕人都會這樣子 都會害怕 就會就會 就像上市那個二膽的兵 我說那個是志願 要來你們這裡的 這個是因為誤的關係 上市二膽兵 不是跑去大陸嗎 他還沒回來 他不回來 他不回來 這不一樣 那個人我說 我就跟福建那邊講說 那個是志願的 那是他不想回來 這個是不小心 就這樣跳過去的 那個不想回來 也是因為他在 現在過了可以講 他有些債務 一百多萬 其實也很少 但是就想說 想不開就 我說年輕人都有時候 比較不懂事 遇到事情的時候會慌張 就會做出一些 所以我們在 如果你在四五十歲 不能可以 不會 大人不會理解的行為 所以我說他會說謊 是因為他擔心 說人實話 擔心怕回到台灣 會被受到懲罰 或者怎麼樣 他擔心他在那邊說 居然是不是會有什麼 不好的後果 結果反而那個時間就 溝通的 最後的狀況是怎麼樣 OK 就是現在就是說 那個已經過 我說家屬跟我說希望去看 然後他們說 好可以 結果後來跟我回說可以 我可以陪家屬去 那也會很快把他放回來 很快 這個運貞委員說話算話 他可是重量級的這個委員 沒有 重量是只提重 這個重量級的 我們現在已經是 把他認定是重量級的 這個連立委都扛得起來 這什麼事情他扛不起來 所以說他覺得說 這件事情有轉圜的餘地 絕對沒有那麼嚴重 而且他也私底下去溝通 我要強調一點 因為我看到一個新聞報導說 我方的決策了 我們這邊的決策員有人說 可能是不是國安黨員說 這個是人質外交 大陸要把它當作人質 好像當作俘虜 我說真的絕對不是 我覺得我們兩邊不要 再有這麼多誤會 不要把事件再擴大 對 成為政治事件 事實上他照顧他們 他把他救上來 是海上救難 還給他吃好 住好 就住在船上 現在唯一的癥結點就是說 他隱瞞了身分 那隱瞞身分 剛剛玉珍委員也講了 就是說年輕人 他很怕如果表白了身分 搞不好回到台灣會受到懲罰 或者甚至 會有這種地下工作的情報的嫌疑 他絕對不是 他就去釣魚 好不好 釣據都有 玉珍委員的這個回應 所以那天講完 隔天就再從福州回來 就一路從金門再回台灣 回台灣 你知道你現在回台灣 大家很怕你 幹嘛 立法院的一些女立委都很怕你 怕哪一天又被你扛起來 那個叫做報警處理 報警處理 報警處理 那你要變成障礙就好了 那大家想要補社會安全網 掃除障礙不遺余力 好 那我們這一個問題 我們要問一下學姐 這馬習兩會可能要來了 那麼民眾黨的立場是什麼 馬英九說台灣不是國家 引發討論 你怎麼看 當然是希望說在有一個可以對話的空間上 有一個平台 兩岸可以坐下來稍微對話一下 我覺得這件事情當然是好事情 尊重馬先生的做法 但是我認為還是應該要維持在對等尊嚴的情況底下 也就是我們還是要保持我們的主體性 在這裡面或許 那個民進黨可以不用罵得這麼早 有些事情我覺得 像賴清德過去也常說 他要請這個習近平吃全堂的珍珠奶茶 還有蝦仁飯 那如果這件事情 這個選前的時候賴清德開出來的支票 希望他選後也做得到 那如果馬英九先在4月初的時候 先做到這件事情 接下來比較重點的應該是看520賴清德的就任演說 我想知道他在他的就任演說裡面 會怎麼樣去闡述他對於兩岸的這一塊 畢竟馬先生在前面如果真的 像偉安哥說的一樣 50%的機率可以比50%更高的機率 可以看到見到習近平的話 在這個過程之中 或許在溝通的平台上 確實幫執政黨奠定了一些基礎 但是畢竟馬英九跟賴清德還是不同人 然後賴清德過去也被大家講說 是這個台獨精孫 然後在台獨的立場上面 他是比較鮮明的 所以我倒覺得在這件事情上面 馬先生如果去了 當然民眾黨是尊重 當然也希望在對等的尊嚴之下 可以去做一點交流 接下來就看賴清德在520是怎麼講的 好這個民眾黨果然是在中立的立場 看馬前總統怎麼說 然後執政黨後面又怎麼樣發表520的演說 我們要問一下486先生 486先生你也是民眾黨的終身黨員 資深黨員 你卻常常和民眾黨中央表達不同的立場 你覺得馬錫會你會支持嗎 還是你有問題想要問現場來賓 首先是這樣子 其實你說我跟黨中央立場不同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誤會 因為黨中央也從來沒有跟我講說 他們到底方向或立場是什麼東西 你就賣你的電商 對 然後我這個人 你有可能賣電視給民眾黨黨中央 因為公司經營也都算是還不錯 所以我平常時間也比較多一點 網路上可能會發言針對很多事情 我覺得民主時代是這樣子 即使是同一個黨 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這本來就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就是你講你的 我講我的 有道理我們就大家來聽一下 那當然對於這一次的馬前總統 到中國去訪問 我覺得台灣也是會有 不太一樣兩極的看法 就不太一樣 那你的看法呢 那我自己是覺得這樣子 因為我已經是來台灣 已經第七代了 所以其實即使我在2013年 我也曾經隨著我們一些親戚 有到中國 就是福建 我是福建同安人 來出去我也有去廈門 也有去漳州 也有去到處看一看 因為可能已經我來到台灣 已經很久很久了 所以說那種關聯連結 其實是不多 但是我這幾年我平心而論 我用一個比較持平的角度在看 例如說歐陽龍 你看他的三個千金 長年現在都在中國 對不對 那他們覺得他們是中國人 馬英九先生 馬前總統 他對中國的根源 他這個設立 其實也是很深 講句實在話 你如果說他回去祭祖去掃墓 簡單說 我剛剛那個是人之常見 無可厚非 對你用這個角度 你去批評或去批判 可能我覺得那路是比較講不過去 但是我們也知道就是說 我們台灣現在就是最主要的問題 包含我自己也是這樣子 就是說我們到底是說 我們政治我們的經濟 我們各方面的實體 我們都是要去倚靠中國 還是說呢 我們要跟那個 例如說美國這邊來靠攏 那剛剛陳鈺甄陳委員講的 確實也是沒錯 我覺得馬英九那個前總統 你去中國去訪問 好 即使啦 我今天說幾個拍一天 即使說你跟習近平這個見面 你去談 老實說他都已經不是現任 他也不是什麼 他現在也不是黨主席 中國國民黨 貴黨的黨主席 朱立倫嘛 他也不是啊 所以我認為他實質上你說 要影響到台灣什麼東西 我覺得難度是真的是不高 但是呢 很多人會怕共產黨啊 就是怕說 這會不會是一種統戰 會不會是有什麼樣的陰謀 所以我是覺得是這樣子 台灣現在就是對立太嚴重了 大家都互相不信任 如果說大家都能夠做下來 好好的針對一些事情 就像今天這個樣子 我們要來談一談 聊一聊的看法 我覺得有談有溝通 那應該就是會慢慢的比較信任 現在台灣我覺得分裂真的是 沒有道理的分裂 兩年一次選舉 這次選完就想說 兩年之後到底還要誰選 對現在真的是分裂真的是相當嚴重 大家互不信任 認知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486先生跟韋漢 長期在講說 台灣人對台灣這塊土地的認知不一樣 才會造成現在兩岸很難溝通 然後國內可以說是藍綠在那邊對抗 好 那這個大學生 大學生有些什麼樣的問題 要問我們現場三位 那小龍 那你有什麼問題要問現場來賓 我想要問韋漢哥 韋漢哥 這個問到國界的問題了 南沙群島 身為中華民國的立法委員 到中華民國的領土去視察 這個是合情合理 沒有什麼好大監小怪的 他們上次去了綠島 去了蘭嶼 去了小琉球 也沒人報導啊 所以不會有什麼事啦 不會 因為他們是立委 如果今天是蔡英文總統要親自去 或是賴清德副總統或總統當選要去的話 就會有一些影響 因為立委的維安層級跟總統是不一樣的 那2008年的時候呢 當時陳劉扁前總統 他在卸任前的時候 他有去雷浪太平島 但是他去的時候 當時美國並沒有很明確的喜歡或不喜歡 支持或不支持 但2016年的這個 1月28號 馬英九前總統去的時候 美國當時是公開表示反對的 當時有一個美國的白宮顧問來到台灣 馬英九要給他證詢 證詢完沒兩天 他就公開說他不建議 他也不支持 我們這個台灣的領導人去太平島 完全就很生氣啊 所以2015年為什麼美國反對呢 就是因為2015年的 11月7號剛長的馬錫會在新加坡登場嘛 所以你們兩個才剛見完面 兩岸都是中國人 你是中華人民國 我是中華民國 然後有一個總統去登太平島 所以太平島就是中國的 那太平島是中國的 那中華民國的11段線 跟中國大陸的9段線 就變成match在一起 美國不樂見 所以美國希望你不要去 所以其實本來馬英九 不是那一天要去的 他是往前一年 2015年的12月12號 那為什麼我敢講是那一天 因為那時候我在跑新聞 那一天是燈塔落成典禮 阿扁去是機場跑道落成典禮 要有個理由嘛 對不對 我下次跟這個進行見面的時候 也就是結婚典禮對不對 那所以請客人我們就會見面 所以要有個理由 所以我們就相聚啊 所以第三個理由就是 現在目前碼頭剛剛啟用 所以大家就會說 期待蔡總統去 可是我是覺得啦 話講到這邊就可以 不用一直逼蔡英文總統要不要去 因為每一次的那個 國際的情勢也不一樣 像現在中國大陸跟菲律賓 就在南海有衝突 然後美國跟菲律賓呢 又有軍事同盟 四個基地建美國 所以美國跟菲律賓已經重複 都非常重點很高的時候 我們的總統的 要山洞飛過去的時候 會進到越南跟菲律賓的 這個防空識別區 不可能有戰機半航到那個地方 1600公里 你任何一台軍機 到了別人國家領空的時候 都會引發很大的問題 所以這種時候 就像我剛剛講的嘛 民進黨沒有辦法跟習近平 會面或溝通 那有馬英九去 沒有什麼不好啊 國家利益優先就好了 同樣的 蔡總統不去 點到為止就好了 國民黨可以講說 希望總統去 但也不要講說什麼 啊笑你不敢 因為今天哪一天 換國民黨當總統的時候 或許他有考慮 也請了玉珍去 到時候玉珍可能 已經是現場或什麼 對不對 然後那時候 就有人代表就好了 所以現在是 國防外交委員會的委員 要去 那你把這個吊子拉那麼高 又笑蔡總統不去 你看民進黨的立委 本來有好幾個要去的 現在他們都退了 這個其實我反而不樂見 應該是藍綠白的委員都去 代表中華民國的國會 這樣子其實是最好的 只是因為 現在已經搞成政治事件了 所以台灣裡面也分藍綠 民進黨的立委 我上次看好像陳冠廷還沒有退 那如果他也退的話 就整團就不會有 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那立委去 不會引發什麼地方的緊張關係 這個小公你可以放心 謝謝 這個不會引發任何的 重大的政治事件 所以不要怕 那現在 拜拜 我們這個網路上面 網友在說是什麼 好那我們一起看一下網友留言板 先謝謝帥搶搶斗內 國際市場缺能源 燃料成本漲翻天 幸好學姐會放電 讓人活力一整年 我愛陳玉珍委員 學姐在放電 也是人妻了 不能再放電了 我愛陳玉珍委員 風波趕場不得閒 要你簽名來留念 不知是否能如願 還押韻 然後再來是麗玉言 要問玉珍委員真的很幫助金門人 目前就是這些 就是這些 好 那很幫助金門人 那個網友 不曉得是不是金門的網友 說不定是 說不定是 繼續加油好不好 好 那我們這一題 我們要繼續問 就是學姐 大家現在目前最關心的 日常生活發生的問題 台北知名百貨的商家 出現兩個人死亡的嚴重死案意外 這很可怕 我們以前認知的 就是說吃了鬧肚子 到醫院打個點滴 然後大概差不多了 就可以回家了 竟然會死人 畢竟是信義區的百貨 後續的調查跟責任的歸屬 台北市政府有動起來嗎 而且台北市議會的議員 有關注這個問題的發展嗎 這個問題 確實讓大家都人心惶惶 因為想說怎麼會到一個 而且是信義區的百貨公司 這個百貨公司 應該大家都蠻熟悉的 所以平常在逛街的時候 你總會想要找一家餐廳進去裡面吃個飯 怎麼會吃個飯之後 隔個幾天 大家就開始出現一些上吐下瀉 然後腹瀉很嚴重 甚至到30次等等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這個整個事件 會讓人家看起來很離奇啦 但是過往大家都會想說 應該是同一批食物 同一批人吃了 這一批人裡面 譬如說30個學生裡面吃了之後 可能會有十幾個出現腹瀉的狀況 可是這個案子很吊詭的是 在不同天 不同的時間點 不同的人 吃了差不多的東西 但是每一個人都出現類似肝腎衰竭 而且是非常嚴重 馬上病情就會急轉直下的這個狀況 那當然現在大家有一些推測嘛 譬如說這些菌種的生成等等 是不是食物原料放太久啊 所以台北市政府在一開始 在現在啦 已經把一些 當然不排除朝人為的方式去做嘛 那當然要有一些相關的證據 必須要去扣起來 然後衛生局也去做機查 那在這個過程之中 其實還是要靠雙北市喔 不知道其他縣市會不會出現 但是希望雙北市政府是合作的狀態 因為在現在的新聞看起來啦 因為衛生局現在他們在機查的過程之中 真的非常的忙碌 他們其實也沒有太多時間去回覆議員的一些問題 我現在知道的是說 而且要趕快調查 要把真相公布 要不然人心惶惶 趕快把這些東西先收起來 然後該拿去檢驗的趕快去檢驗 該做毒物測試的趕快做 但是我現在知道的是說 24號喔 新北市收到這個第一個案例死亡的通知 然後他就通知了台北市政府 那24號台北市政府收到通知之後 25號早上去做檢查去做機查 那25號機查之後 26號才開始告訴大家說 這間店要停業 勒令他停業 一直到昨天 蔣萬安才說 希望所有的分店 在台北市所有的分店都停業 中間還是空了那麼一天左右的時間 那這一天裡面 他可能供應午餐或是晚餐 所以變成說這一天裡面 可能有多少的客員 多少的客人也是吃到相同的食物 可能會出現類似的狀況 我覺得這個是台北市政府現在沒有辦法太去掌握到的 那沒有辦法掌握到的話 你只能等他就是一個一個一個這樣 在各個醫院裡面去冒出來 然後你再去把它收容起來的時候 市府的這個動作上面 我覺得確實是有那麼慢了那麼一點點 那現在時間也過了 你真的要去收起來的話 只能靠各個醫院去做通報了 只能靠各個醫生自己的敏銳度 這個觀察或者是詢問 你最近有沒有去哪裡 有沒有吃什麼東西 用這樣的方式慢慢把它收起來 那我覺得現在要做的 當然稽查是第一個重點 第二個就是刑事的調查 要趕快加快腳步 趕快讓大家知道真相 不然新聞真的是每天報下去 大家都會每天猜測不一樣的說法 不一樣的想法 搞到最後大家都不敢去外面吃東西了 沒錯 這個不敢去外面吃東西 尤其不敢吃國仔條了 這個可以說自銷了 全部都自銷了 這一定要查清楚 那維翰 那你認為這件事情 蔣萬安該負責嗎 你覺得他危機處理如何 那實安事件頻傳 人民怎麼放心 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 很重要啊 我不知道這個 現在在看我們節目的觀眾朋友 還有現場大家怕不怕 就問你怕不怕 我跟你講很多人非常怕 怕 因為他今天是去一個餐廳吃飯 那個是信義區 非常新的百貨公司 首扇之區耶 那沒說了對不對 什麼豬籠城在裡面對不對 那個叫什麼 爆漿在那邊對不對 蹲在那邊 然後一邊那邊 拉麵旁邊還有老鼠跑過去 或者是那個麵斷上來以後 小強你死都好慘 有蟑螂腳 又不是 衛生條件看起來沒有很差啊 那怎麼會發生這種事對不對 好那第一個 是不是食物不乾淨 就看起來食物不乾淨 很多人也有吃啊 有的人就不舒服 有的人沒有 那是不是他在清什麼庫存 跟大家講 猜測啊 懷疑都很多 要有答案 因為現在已經死兩個人了 昨天早上在講的時候是死一個人 那剛剛那個保洁哥問我說 是不是給蔣萬安什麼意見 拍攬過來走 我跟大家講 蔣萬安市府跟蔣萬安市長 他應該要 把這個事情當成是最重要的事情 最高規格去面對了 今天我發現他有在改了 昨天早上有一個什麼 古蹟的一個什麼儀式對不對 搞了一個小時還在那邊 蹲蹲蹲蹲蹲蹲 那邊吳龍吳獅 現場記得都很急 因為已經死一個人了 那些三個大包都頭髮頭髮 你趕快出來回運啊 今天換成是陳其邁 今天換成是中央全台各地開花 衛福部部長你還在那邊撿採 你也給我媽洗啦 然後後來訪問的時候 大概回答個三分鐘以後 就換這個英偉繼續回答 他就離開了嘛 結果呢 結果昨天中午第二個人就死了 這件事情 因為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比如說如果是一個 重大公安意外 塌陷了或車禍了 就在那邊嘛 事情已經發生 那可能有幾個人在醫院 那調查 問題是我們不知道 這個事情是怎麼回事 息息相關耶 所以大家都會害怕那是吃 那你說之前凱凱那也是大事嘛 那你應該想說 為什麼會有人 兒童被虐的時候 像我家裡面 已經沒有那麼小小孩了 我會生氣 但我不會擔心遇到 我會遇到嘛 可是今天大家都會擔心遇到 我怎麼知道 等一下 對不對 等一下便當誰敢吃 對啊你怎麼知道 現在大家都會擔心吃的東西 會有問題的時候 趕快查出來嘛 什麼什麼這個是米酵菌酸 是這個東西嗎 你確定嗎 沒有人敢確定 是何美香博士講的 現場感菌嗎 不知道 然後講話又說 台北市衛生局一查了以後 每年夏天都會去查冰品啊 還有游泳池有沒有綠過多啊 大腸桿菌啊那些會拉肚的東西 通通沒有 那通通沒有 就不是尋常的細菌 而是有毒素 那等一下 毒素是它突然跑出來的 還是菜放很久就會跑出來 有人說夭壽喔 夭壽 我們家飯有東西 冰半年還吃 會不會有 你告訴我嘛 第二個 那還是人家嚇的 現在很多人都想把阿嬤的冰箱的東西全倒掉 就沒什麼 建議還是不要啦 就是不管有沒有這麼嚴重 至少它不新鮮嘛 不要 不要這樣子做 以前有一個例子在台灣 就是那個過期的罐頭 那有三個人吃 兩個人這個重病送醫院 就是那個阿嬤 他把那個罐頭 他覺得怕腎把他吃完 阿嬤後來就過世了 所以這個東西 我們不要亂來 但是因為我講到這邊 根本還是不確定到底是怎麼回事 因為有吃果條 有吃河粉 同樣的人 是有的 但是有人沒事 第二個 他有那麼多家店就是這一家 所以呢 到底是不是 警方也要辦案啊 所以我們很快 本來下禮拜二才要去驗屍的 那家屬同意今天就要驗了 提早驗 那驗屍也不是一天就出來 要一兩個禮拜 驗屍去採取他的肝跟腎看毒素是什麼 確定一下他到底怎麼毒嘛 然後第二個 就是衛福部 台北路程局都要去查 確定他到底為什麼造成 那同時檢調警方也要辦案啊 要查驗也要辦案啊 會不會是有人故意去 衝康以後 他可能覺得說 讓你肚子痛聲音不好 沒想到是觸手過重了 結果人死掉了 要查出來 如果一旦確定是了以後 然後那個環節也確認了 大家都不用慌了嘛 原來是有人去做的 然後接下來就是要搶救 還有四個人在加護病房 希望他們能救回來 好不好 那最後就是我只要講的 蔣萬事長你的說明 我直接跟大家這樣講 如果是阿扁 如果是盧秀燕 我相信 根本所有行程都會放棄了 直接跟國人 跟這個台北市議會 直接主動要求 要在那邊專案報告啊 不用等人家在那邊表決 要不要專案報告啦 遇到事情的時候 你要面對啊 日劇有一出叫做 逃避可止但有用啊 對不起 這個不是在演日劇 這是政治的日常 你今天討論過這個議題 等到哪一天你四年後 要再選擇 不用四點了對不起 2026是兩年多以後 人家馬上把你抓出來啊 你當時為什麼都不出來開記者會 為什麼你都不去議會報告 不要逃避問題 因為你逃避不了 那蔣萬事長 今天早上又有一個行程 跟侯友宜 捷運動工 他馬上取消 就衝進行政院了 我不知道他剛剛發表談話秒 這就對了 你不要再有那一些 其他的市政行程 你讓秘書長 讓副市長去就好了 你現在要讓所有台北市民 200多人看著你的眼睛的時候 發現說 這個市長比我還著急 找不到為什麼吃了東西 會死的原因之前 他不休息 他每天在那邊急 然後開記者會跟你說明 你比大家都還要要緊 人家就覺得你有在做事 這才是一個地方的副武官 政務官應該做的事情 好 謝謝韋翰 反正這件事情 可以說跟大家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而且每一餐都會遇到 所以要趕快真相要調查出來 那郁政委 那之前社會安全網還沒有補齊 食安又補了個漏洞 那在野黨該怎麼監督 我非常認同韋翰哥的說法 像昨天食安這個新聞 我自己就也覺得有點擔心 我想說應該大家都很恐慌 一個這麼高級的百貨公司 應該是沒有什麼 雨例又不是在施衡那個的 又不是路邊 好像環境 衛生環境不好的地方 或者很炎熱的夏天 食物出來腐敗 然後突然這樣子 而且就直接這樣過世 我真的會恐慌 連我在想說 我在想說我家的冰箱 有沒有什麼舊的都要趕快丟掉 因為我也常常是很過期 為什麼沒有很注意 所以這個很重要 執政者尤其是縣市長 父母官 一定要趕快注意 趕快查出原因 以安民心 民心安定真的是最重要 那當然中央也不能閒著 因為中央有衛福部 衛部這樣的單位 它事實上 包括這個社會安全網 還有這個食安 這樣的都是衛部長管的 很重要的事宜 衛部事實上有比較多的人才 有比較多的相關配合的單位 所以應該也要趕快全力的下去協助 這個時候真的沒有在分什麼藍或是綠 社會安全網的那件事情也是一樣 綠岸也是一樣 我周邊很多朋友 有年輕的媽媽 有小孩子的 也會擔心自己的小孩 送到別人手上 是不是就會有什麼意外發生 這個大家都會知道 安基烈是百姓最需要的 那社會安全網那個部分 我們在中央部分 我們現在事實上 我看到衛部已經提出了一個托育法 這個事實上很重要 包括我們的托育法 我講起來就有點複雜 我們現在有些規定是說保母 保母有認證的 我們會這麼會給一些補助 讓你把小孩子送到那邊去 但是有的是家裡 比如說自己的阿嬤 阿嬤阿姨就有三等親的 就有認證的執照 如果給他幫你養的話 反而沒有相關的補助 因為法律上認為說 你照顧家裡的人是應該的 這是你的義務 但是事實上給家裡的人幫忙照顧 事實上是更安全的 如果他也有相關的執照 事實上給一樣的 跟給外面養一樣的這樣補助 其實也是有必要 這個法律就必須要修正 這個我們就提出來 所以這個東西很重要 這個法律的修正也好 這個政府的調查也好 也一定要迅速 才能安民心 然後百姓開口 這是百姓最基本的需求 好 現在你看看 我們現在這個社會 孩子不敢交給別人管 現在吃的東西 又怕會死人 你看看 現在是什麼社會 18號先生 對不對 你身為網路意見領袖 那又開過這個餐廳 對 你開過餐廳 你怎麼看這件食安的事情 有網友請問你 你覺得蔣萬安處理得怎麼樣 我先講 我覺得這個事情 真的就如剛剛韋翰跟學姐所說的 他其實他非常的詭異 因為他那個時間又拖得很長 吃過的人那麼多 又不是立即死亡 對 然後你看看他那家餐廳 你每一天 我說句實在話 你說沒有個兩三百個客人 我是不相信的 因為那個租金太貴了 然後他這個時間這麼長 又不是每一個人都中毒 所以以食品的這種東西來說 應該是很奇怪 像我以前開餐廳 我們最怕就是食物中毒對不對 所以食安 沾板 衛生 消毒 其實我想他們這些廠商 他們這些餐廳 肯定也都是做得很好 肯定也是很用心 所以很奇怪就是這樣子 那蔣萬安剛剛我們也提到 那蔣市長 我現在是比較擔心的就是說 他的動作其實是還滿慢的 因為他並不是一個很敏銳的那一種 那種很衝的那一種 那他選的幕僚到底在幹什麼 幕僚要給他建議 這是食安問題 對 然後最可怕的是 其實我三個禮拜前我也食物中毒 我也去 你也去 沒有 不是去那個 還好不是去 我是真的是吃了生魚片 那下午就開始上吐下線 沒錯 因為腐敗了嘛 對 結果第二天你看 昇龍火虎 對不對 那吃壞肚子對我們來講 就是睡一個覺的事情 睡一個覺沒有好 我們的認知是這樣 睡兩覺好不好 結果現在你看看過了七天之後 居然會過世 然後我昨天在公司裡面忙完 同事告訴我 又過世一個 這很恐怖耶 我心裡馬上想到 還好我們台北的公司 我們自己有員工餐廳 所以我們自己有煮 我馬上昨天就趕快又過去餐廳 到處去巡視了一下 所以他這個事情 我覺得必須要趕快給所有的市民 我覺得趕快一個交代 他到底是怎麼樣 他到底是不是形勢 我其實也很懷疑 是不是有人投毒耶 他剛剛講的邏輯很對 搞不好就是說 有一點結怨 但我不知道 他搞不好有點結怨 我想說我要給你難看 結果想不到 這個出手太重 然後多加了一點點 造成這樣子 人體器官的一個衰敗 所以我覺得蔣市長 我覺得包含他的幕僚 我覺得他對於整個社會事件 我們從之前的一些爭議 看起來的話 確實他的敏銳度真的不高 台灣守善之虛 公務員都是最精華 都是最厲害的 我希望現在馬上就動起來 趕快動起來 把這個原因趕快找出來 不然像我有孩子在讀書 出去吃飯 我也都會緊張對不對 好 這個也是身為家長的一個擔心 全台灣的人都在擔心這件事情 所以說地方父母官 一定要給大家一個安心的答案 檢測趕快出來 到底是什麼原因好不好 那大學生現在有什麼問題 要問我們現場來賓的 弗羅 好我想要詢問 就是剛剛我們討論很多 食安議題 其實就是近期 台志光這個爭議 在台北市政府 其實也鬧得滿大的 所以我想要請問學姐說 就是目前民眾黨跟蔣市府 在這一件事情上的討論 還有進度到哪邊 應該說從頭到尾 我覺得蔣萬安市府 蔣市府裡面的人 都搞錯他們的對象 跟搞錯重點了 他們的敵人應該是台志光這隻巨獸 而不是柯文哲 而不是民眾黨 所以現在應該做的事情是 研究如何去做解約 既然蔣萬安市長在25號的那一天早上 都開始講說他自己要解約了 但是解約又講得不清不楚 到底要解哪一個約 是子約還是母約 到底是哪一個你正在研議當中 甚至我在25號以前 我的辦公室在3月21號 就調資料詢問 資訊局跟警察局 說你們有沒有研議要解約過 那時候局處都告訴我說沒有 我們從來沒有研議過 但是大家回想一下 這整個爭議到底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從3月14號開始 從檢調進入台北市議會去搜索 議員的辦公室的時候開始的 所以3月14號到3月25號 這中間市府都沒有動作 也沒有研議 但是突然25號開始要研議 原因是什麼 因為這中間開始跟柯文哲吵架了 蔣萬安就突然說他要研議解約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台北市政府 在這件事情上面動作很奇怪 甚至到昨天 昨天開始台北市議會的議員們 要去所知 所知的時候市府告訴你說 不好意思 因為偵查不公開 所以我們不能再提供資料 那不就形同蓋牌嗎 你把所有資料都藏在市府裡面 議員不用監督 議員不用監督台字光嗎 所有事情都藏在市府裡面 被檢票扣走了嗎 那難道這個案子你不用進來報告嗎 所以我覺得國明亞很奇怪是 從頭開始 這整個案子 市府或是市議會 市議會的議員 民進黨連署提出連署 希望可以請市府來做報告 當然他們是針對虐童的案件 但是除了虐童案 民眾黨也希望針對監視器的案子 可以進來報告 結果國民黨集體不出席 全部不進來保護蔣萬安 希望蔣市府不要進來報告 這個動作讓所有人民不能理解 不管是虐童案 甚至到今天的實安到監視器 都跟人民息息相關 蔣萬安應該要有一個市長的肩膀 是站出來告訴大家說 我願意進市議會做報告 我願意做這件事情 我願意坦蕩蕩地面對人民 如果你都覺得沒有問題 為什麼要蓋牌 為什麼不進市議會做報告 反而是每天在媒體上面丟東西 你的發言人出來到處丟 到處丟 丟資料 然後今天丟這一份 明天丟那一份 用這樣的方式來說明這個案子 我不知道蔣萬安是用什麼心態 來面對台字公的 好 這個問題回答到最 我們發現一個問題 還是蔣萬安市長的問題 他直接出來面對 可能就會把問題理解得清清楚楚 而不是可能是放消息給媒體 怎麼樣 然後兩個前任師傅跟現任師傅 然後互相在那邊槓 那維安 立法院 立法院開一個多月 中間也發生很多插曲 那韓國瑜的民調滿意度也飆高了 但是從黃國昌嗆柯建民的影片來看 到事後黃國昌說還有這個傅崑奇跟柯建民的互動 這三個總召真的能夠協商出什麼樣的議事流程嗎 重要的法案能夠通過嗎 一定可以通過 一定可以 因為現在新國衛星氣象就是這樣 三個總召各出其招 其實觀眾朋友大家看熱鬧 你如果直接看門道你根本不會意外 你把那個黃國昌他離開之前的那一個前後 因為他其實是有兩個案子 大家不要只有看新聞那三十秒 看那個王思琴說 報告院長我可以喝水嗎 就是 謝謝 這就是你就給我看他三十秒也會真的喝個水 那你就把它當成新聞看了 你現在網路上都有很多的東西啊 你把它看清楚啊 陳玉琛我也有很多的質詢對不對 很優秀 謝謝 謝謝瓜哥 然後呢 黃國昌那一天因為曹喜翔是要協商說 3月15號的下午的那些立委職員可不可以回來 所以第一案的時候 民眾黨就表示反對 他們就說我們不希望 那國民黨的這個復困其總召也說反對 所以基本上就不會過了嘛 但第二案是 這個柯建民總召突然提出說 我們以後改成是所謂的定時制 比如說我們已經約定好了 那陳玉琛委員就是譬如某某4月24號的下午的 2點半到2點45分 但如果那個時候發生任何狀況 你從金門你搭不到飛機回不來 對不起你的時間就浪費掉了 那大家就要在那邊等 所以柯建民總召的意思是這樣 但黃國昌有個意見說 那等一下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前一天已經排好了 可不可以還改書面 如果改書面的話是要往前說還是要怎麼樣 那如果往前說那後面的人又來不及 他正在講話的時候 柯建民說我是提案人 所以我要跟你解釋一下 對不對 你剛剛講話的時候我要跟你插話嗎 就生氣就跑出去了 但是黃國昌因為我昨天有訪問他嘛 他說本來我也講話 我該講的也講完了 他不想浪費時間在那裡啊 所以大家都只有看到大聲 其實那就是攻防 民進黨希望讓大家看到 黃國昌會生氣是咆哮大地 但是黃國昌意思是說 我才不跟你來這一套 黃國昌很認真的耶 他七天去了這個好幾個質詢 對不對 二十個質詢耶 所以他幾乎只有國防外交委會沒去過 立法院八個委員會他去了七個了 所以各自有各自的支持在看 他們現在目前立法院的表現 那重大法案會不會過 會的 就算你有一些東西被提協商以後 冷靜一個月 那一個月以後還是要表決啊 你講到這個冷靜一個月 這個昨天有一個媒體去跑去立法院 結果他有一個委員他就講了 4月1號要漲電費 結果還在那邊協商 然後4月29才能夠再協商出結果 但是4月1號已經漲電費了 對人民怎麼交代 這個是這樣的 禮拜二因為我是程序委員會 我們跟我們有提出來 民眾黨團也有提出來說要還漲 要先來跟國會報告 那明天禮拜五就要進行這個決議 那要不要讓他們來報告 結果4月1號要漲電費了 對 但是禮拜五如果 是因為民進黨打算把它拉下來協商 如果民進黨不要拉下來協商 這個是因為我們就可以討論 討論以後就會有決議 決議以後就可以決定 就決定會不會漲 我們立法院會有一個決議出來 結果現在要漲 漲定 因為民進黨 民進黨他就故意要把它拉協商 故意要拖延戰術 不過剛剛您提的那個議題就是說 到底重大反應會不會通過 會通過以現在的局面來講 現在比如像昨天 禮拜二在程序委員會 還有最近以來我們在各個委員會的時候 他的聲量很大 尤其你扛走吳思瑤那個聲量更大 所有女性的立法委員都好怕你 看到你都要先閃一邊 男性也怕 男性也怕 你以為不在立法院 照扛 他那個走道又不是摸鼓槍 本來很寬 所有立委看到陳玉珍過來 女的立委馬上閃到自己的立委辦公室去了 這樣很好 這樣子比如說為什麼很好 因為像當天的情形是因為 我們是要讓衛環委員會的薛瑞妍部長 報告那個虐兒事件 那我們要開始聽這個報告的時候 吳思瑤委員他霸贊助那個背巡台不肯離去 那我們那麼多女委委員在那邊跟他 所以你等於說是 他在那邊講話講話他也不肯走 以先總統講話 掃除前面的障礙為主是吧 對 掃除障礙 我真的是抱著掃除障礙的心理 把他暴離開的 所以在陳玉珍委員的眼裡 吳思瑤是個障礙 沒有 在那個情況下 情況之下 全民才能聽到下面的這個報告 因為全民都在 全民不是要聽這個吳思瑤在那邊 喊什麼或我要在那邊說什麼 而是要聽薛瑞妍部長對這個 虐兒案件的報告 我們要讓 因為部長的時間都很寶貴 你要讓他趕快上來講 要知道事情的真相 這才是人民所要知道的 對 所以我們把一些知識節排除掉 好 這是現任立委 他在講他立法院所作所為 那麼讓人民來公平 好 那十八月先生 那剛剛說到這個電價 現在電價確定要漲 我剛剛講過 4月1號就漲 結果民進黨說要協商到4月29 那已經漲了 那現在經濟部長 掛保證說物價不會漲 那你是一位成功的電商經營組 那就你的判斷 電價漲的話呢 這個利率漲 那台灣的物價會不會跟著漲 我在這邊講 我判斷 大家事後再來驗證一下 台灣的物價是一定會漲 一定會漲 那我從他的這個漲價的這個結構 其實也是還滿聰明的 如果就是說中低用電的用戶 的家庭裡面 其實說句實在話 調整是真的確實不多 你一塊多10元 多20元 那怎麼有差 你講這話要小心了 這個我是講真的 這個價20元 你有差的人來找我 我報給你 對不對 你寫了這一題 你剛剛講的那兩段話 你差了 你來找我 我扶給你 全台灣有大概400萬物會找你 差10元 400萬物你這樣只有4千萬 你要是真的有差 你說真的就差這20元 你只要看我們 看我們節目有多少中低收入過 來…我沒你怕 你沒你怕 真的真的 所以對一般的家庭來說 就用電量不大的 其實他就說10塊20塊 我多給你30元 對生活的影響不大 但是我們要知道 這是用電 就是工業用電 或者像我們公司 我們公司就是營業用電 你說它的漲價的幅度來說 你說有沒有影響 這就有一點影響了 但是我說那個物價 會漲得不多的原因 大概是這樣子 大家也知道 我們現在去買東西 要嘛就是虛擬 就是網路 要就是這怎麼樣 就是實體店家 對這兩種而已 對不對 虛擬的電商 目前台灣有個大戰 就是韓國有個大電商 現在壓盡了 廣告打得鋪天蓋地 他們現在用的方法很簡單 就是cost down 就是降降 你不會20元 我不會19元 18元 所以網路上面 你說大部分的東西 你說會漲價 其實應該都是我們電商自己吸收 你看那個韓國 他打的那個降價 他在搶市場 對不對 你說PXX毛XX 或者說我們4XX 大家也不太敢亂漲 對不對 可是你成本真的一直在漲 為什麼 這幾年你看烏二的戰爭 東西一直起一直起 大家能吸收 就是盡量吸收 但是還是有慢慢一些東西 起收不到的 大家還是多少會去漲一點 所以這次的電價 我敢講 他一定會漲 但是他可能漲得還不多 至少在最近 大家大戰的情況之下 你電商買東西這麼方便 現在又都幾乎免運費 對不對 比較稍微有點金額的 我怎麼感覺你在我們節目 好像在打自己宣傳 沒有 我從頭到尾 我有說486團購嗎 你不要給我往身上撥炸水 我還弄那個陷阱 讓你現在直接宣傳 真的 你給我30秒 我來跟486先生報告一下 我來 我來 剛剛486先生開地圖炮 一定會變成等一下即時新聞 是 因為確實 一個月二三十塊還好的 你等一下就頂打 我幫你處理 一個家庭 如果說四口 這個人三塊 五塊 我跟大家講 因為我今天早上 才訪問台電董事長 我跟486先生報告一下 各位網友 台灣這一次會漲電價 一個月700度以下的有1200多萬戶 就是1200多萬戶 那這1200多萬戶 每個月會多大概40塊 所以照這樣算起來的話 就會多出4億8600萬 486變4億8600萬 486變4億8600萬 所以這個其實不少 你不要說大家都來找你拿 你不要說有困難 當然 那本來就有困難 十一住行 所以我們要去看 就是第一個你電費漲 對不對 第一個就是一般的家庭 十一住行都會影響 第二個 你講這個都可以 第二個就是說 營業用的用電 所以我剛剛有講 我們是不會減到 現場都已經出去了 我剛剛有講 我今天來這邊 就是來讚的 我剛剛說 所以我剛剛講 讚這個字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Q 所以我剛剛說 其實影響一定是有 我剛剛也說了 對不對 但是你說營業的用電 工業的用電 你說它沒有影響嗎 它會有影響 對不對 現在那個重點 不是在那裡 是你要補給人家 我們都很怕站在你旁邊 好 那大學生 你們對漲電價 有沒有什麼話要說 有感嗎 有感覺嗎 有的舉手 有人要跟我提出補助的嗎 小農 有人舉手 補助 等於他們都租房子 這個電費都不敢用 因為我們公司 員工如果說租房子 我們有租屋津貼 一個月好像2000多塊錢 他們都還是學生 學生總會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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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白白有沒有什麼 漲電價對你們有沒有影響 還是沒感覺 也不是他付的 又不是你付的 爸爸媽媽付的 那佛羅呢 你沒感覺 反正住外面 然後該斷店就斷店 反正斷店你們就住生日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 是這樣嗎 都沒感覺 我覺得就是 如果是家庭用電還好 但感覺 就不知道未來會不會反映在 就是店家 他們可能的物價 也就是會跟著這個店家調漲 一定會 這是一定會的 一定會的 好 那這個大學生呢 因為租外面 店家電費 所有的費用 都是爸爸媽媽幫忙出的 所以他們可能 目前沒有什麼感覺 等他們出了社會 可能就很有感覺了 就好像486先生說了 如果 差不了那麼多錢 來找他 他來補貼給你 今天我們這一集的重點 可能就這兩句話 跟我們無非關 以上言論 屬於486先生的 我們今天人們錄影有車馬費吧 加點補一點 加點補一點 你大概只能補個一兩戶吧 好 謝謝大家 今天的準時收看 那本來幫我們一下 宣傳一下我們的節目 好 謝謝大家的收看 那每週四週五 我們會有線上直播 和大家討論最熱門的 時事話題 大家幫我們關注YT頻道 然後按讚 訂閱 分享 可以小鈴鐺 才不會收到我們最新的通知 拜拜 記得按讚 訂閱 按上小鈴鐺 謝謝大家收看 每個禮拜四週五十二點 準確鄉民大學會員 跟大家見面 謝謝大家收看 謝謝我們的魏貞委員 還有韋翰還有我們的 有福利 我們整個特選特選他 不用特選我們了 大學生謝謝 謝謝白白 謝謝佛羅 謝謝小農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收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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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tab